我要問是你的問題 用萬年放假 是整個你像宋根啊 面對困難痛苦的時候 有時候是他 萬年放假不用蠢嗎 就直接萬年放假 即使他痛苦已經卡在那邊 事情沒辦法做的話 對啊 萬年放假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解決方法 不用蠢蜢嗎 他的問題是不用蠢蜢 直接放下,直接放下就失通了 能够放下,我们最难得就是放下 就是放不下,能够放下就什么事也没有 只要能够放得下,什么事都没有 就会过关 那什么大的问题啊,只要能够放下,都可以解决 他过不了,他就是要不介意放下 对,就是他心里也不愿意放下 那个蛮重要啊,要注意要放下 有的人会觉得我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过不了 可能也是,要有一些过程啊 就是放不下的时候啊,你稍微就是,症电一下 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放 什么事啊,只要你放下 哎,那个,有时候啊,你一放下了以后啊,答案就出来了 有一些啦,有一些啊,是我们放不下的时候,答案才没有 放下的时候,答案就出来了 要怎么做的答案啊,自己就会知道了 所以放下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放下是最好的方法 不用再出通了 不用 那你以前他都叫你出通、出通、出通 那也是很好 所以你以前也有出通 是也有他的功效啊 可是,放下是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 嗯 只要放下就出通了 啊,还有,还有没有要问的啊 中文字幕——YK